好 我們繼續來關注是 罷免立委陳柏惟投票 剩下倒數六天 而陳柏惟原本說要苦行 要走滿100小時的承諾 今天改口說 不會再徒步行走了 罷免志工團長就回應說 一個說謊誠信的立委 牛親到北京還是牛 江山一改 本性難移 像昨天跑去爬山 前四天爬的三天山 所以這個村莊與村莊 中間的移動可能會修正成 用其他的方式來進行 我跟你講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本性江山一改 本性難移 沒辦法 說謊誠信的人 那就是慣性 從該發起一階二階 時間太多了 我們都一直覺得 他能夠來反省 結果沒有 變本加厲 到現在剩下一個禮拜 他已經知道危機 他的危機已經產生了 大家對他討厭的程度 已經破表了 到現在想要挽回 我想已經來不及了 這幾天中二選區的民眾 都會收到這一張的投票通知單 應該陸續都要收到了 大家再注意一下 那收到了之後 這裡有投票所 就到紫禁的投票所來投票 但是如果你們是住在這五個選區 如果沒有收到 我告訴各位還是可以投票 帶著你的身分證印章 戴好口罩 到你們上次投票的地方 也可以行使投票 但再提醒各位 這個投票通知單 應該大家都已經要收到了 好 現在就有網友 其實也是在網路上 就有開始留言說 讓這麼優秀的立委 回高雄服務不好嗎 也有人說台中人將寫下 台灣民主進步的歷史新頁 另外也有網友表示說 高鐵票已經買好了 下個禮拜就會回去 投罷免票 還有人說 如果你真的這麼有料的話 你還怕 還會被罷免嗎 那麼持續我們就要來看到的是 他說比起肉體的疼痛 我比較在意的是政治算計 造成的社會傷口 也因此陳柏惟表示 自己不會再徒步行走 原本說要徒步行走的 那麼現在他表示說 他不想再撕裂社會 不想再造成社會的傷口 所以他認為應該要先停下腳步 但朱英文表示說 等於說是拉高政府的 不信任投票 因為他說現在難道 不是全民想罷免陳柏惟嗎 而包括像是立法院 副院長蔡其昌 他現在這麼積極的挺陳柏惟 甚至還搬出自己的兒子 對此時事評論員朱學恆就開罵 說蔡其昌拿自己的兒子 來保護陳柏惟 真的是降低身分 到底是誰比較重要 台派民進黨自己要思考一下 尤其是蔡其昌 我每次都會拿蔡其昌出來做比喻 蔡其昌第一個 還拿自己兒子出來挺他 蔡其昌是不是想說 我跟我兒子去湯姆熊玩 以後會不會被拿出來做文章 你也幫幫忙 其昌 你兒子如果是去賭博電玩廠 打冰果星球的話 不要說以後被拿出來檢討 你兒子賭博罪 你兒子明明沒有賭博罪 就被你帶去打電動 你拿他出來擋陳柏惟 我個人覺得很好奇 柏惟跟蔡其昌兒子 比起來誰重要 怎麼會有一個這樣的政治人物 把自己立法院副院長的身分 拿下來就算了 拿自己兒子出來保護陳柏惟 齊昌 你兒子長大之後一定很恨 我竟然被拿來跟陳柏惟相提並論 一個兆陶有賭博前科的人 爸爸 你是不是很恨 我覺得講到這個程度 你就知道 民進黨所有出來挺他的人 講白了 哪一個人覺得自己的質詢 比不上陳柏惟 你儘管站出來 你說陳柏惟很優秀是不是 是不是比你優秀 蔡其昌的尋答 蔡其昌的表現是不是比較差 陳定飛是不是比較差 鍾慶成是不是比較差 黃國書是不是比較差 何欣存是不是比較差 如果都是 你盡量挺沒關係 如果都不是 你挺他幹嘛 怎麼樣 是覺得你底下有一個人墊底很棒嗎 不要出來挺他 你讓他走了 台派跟民進黨再選一個更好人 不會 你選不出來嗎 你提不出來有這麼爛 民進黨的資料庫裡面 有爛到這個程度 找不出一個比陳柏惟還要好的人嗎 破五儀是會在立法院問說 胡迪最好的朋友是誰 你民進黨在智庫裡面 找不到任何一個智商超過他的人嗎 而持續來聚焦 是高雄城中成大火 釀蟲46人不幸死亡 高雄市政府把矛頭指向立法院 撥律偉卻大陣仗到台中挺陳柏惟 讓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就怒嗆 陳其邁下台只是剛好而已 沒想到民進黨他們接二連三 都跑到台中去幫陳柏惟來 算是助選吧 來支持他 我覺得至少今天應該停止 昨天大家還知道死難那麼多人 今天還繼續舉辦活動 所以我就跟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喊話 高雄市政府把矛頭對準立法院 你身為立法院副院長應該 真的應該痛定思痛 應該檢討 不應該還大大跑去參加 他的座談會還要合唱等等 我是覺得說實在 這不應該 我怎麼講都覺得 你最需要負責的民進黨 既然你們一點都不覺得 好像自己需要負責 一點都不覺得慚愧 一點都不覺得對不起這幾十個 死難的受重傷 受傷在加護病房的我們的同胞嗎 陳柏惟在高雄市場坐那麼久 他當然有責任 這兩個手當其衝 這個責無旁貸逃脫不了的 一個陳柏惟彈劾他自己好了 陳其邁下台 陳其邁記得他以前怎麼笑胡志強的 陳其邁從來就不是暖男 那現在發生這個事情 你說政治縣市報也好 你說回力標打到自己也好 我想他該怎麼樣 當然社會有一定的看法 比如說我認為辭職只是剛好而已 你辭職都對不起 都不能對得起這死去的這麼多條人民 但是我想他不會辭職的 不會辭的 那我覺得他自己決定吧 政治責任自己決定 民眾會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為何要倒是這裏 自然之外 隨便